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欢迎收看功夫期货 我是齐王杰帅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 战胜期货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 957 小老鼠A 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同学务必记得帮杰帅一个忙 请记得帮杰帅 按赞 订阅 以及分享 如何按赞 订阅跟分享 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左下角的地方 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同学 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好 那如何订阅杰帅的节目呢 右下角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同学们 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 把它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的订阅我的节目了 好 身边有操作奇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节目分享出去 今天台北股市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我们来回顾一下 整个四月起始今天的行情变化 首先今天的四月起始 其实开盘的时候 开的还蛮不错的 开高在17747 接着它冲到今天的最高点 17774 可是第一波先杀到早盘的低点 17685 做了一段反弹之后 来到17743之后再杀一段 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行情总共杀两段 从17774 跌到17685 再从685反弹到743 各位这段跌幅 其实也蛮大的 有大概将近90点的行情 这反弹上来 大概有60点的行情 可是这段下杀的行情幅度就比较大了 这段下杀幅度 大概有120点的行情 整个当中区间 今天分两段下杀 总共有151点的区间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投资朋友一定会对于 现阶段的大盘充满了疑惑 到底这个大盘是要涨上去 还是要跌下来 我讲过了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每一天一定会透过大盘的现行 来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同学们 你们也可以借我的看法 针对于这个方向 去做一个比较客观的研判 到底现在的股票 应该要持有 还是要卖出 至少看我的节目 你会有个方向感 才不会这样 追高杀低 那到底今天这个行情 要怎么操作 才能够把行情变成钞票 我讲过了 有功夫自然就有财富 如果没有功夫 要有什么 要有工具 所以功夫跟工具 你一定要选一下 如果两个都没有的话 那我认为 基本上你很难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第一个你没有功夫 第二个你没有工具 请你告诉我 你凭什么赢 凭你的八字比较重吗 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事 运气大家都是有好有坏 所以不能够靠运气来做期货 一定要靠真功夫来做期货 或者是有一套好用的辅助工具 来协助你判断行情 我认为这样子 你才比较有机会成为赢家 好 那今天这行情要怎么样 才能够变成钞票 以及大盘的后市到底要怎么看 我们就先从大盘 今天开盘时的走势图 来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见解 来各位 每一天一开盘 我讲过了 我一定会把大盘的走势图 跟现行图把它抓下来 当作我判断行情的一个重要依据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准则的话 那么操作行情就如同赌博 所以操作行情 其实是要有逻辑可言的 而不是凭空想象 凭空感觉 而进场去做单 这样的话跟赌博没什么两样 那当然赌博你说会不会赚钱 我说了只有一半的胜率 不是不会赚钱 你只有一半的胜率 那请问各位 如果只有一半的胜率 你如何跟结帅这种高手来较量 你不可能会赢 你懂我意思吗 好那我是怎么看的 首先导播请拉近 每天开盘的第一根K棒 一定要仔细看 到底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像今天这开盘 开低线货开高14点 期货也是开高7点 那当然这根K棒开盘的位置就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我必须要来判断 今天到底是多方控盘还是空方控盘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看呢 首先这条线叫五日均线 那今天开高之后 它在五日均线之上还是之下 在五日均线之上 那我有教过大家 如果今天开盘开高或开低 不管只要在五日均线之上 那短线上它就属于多方控盘 如果说今天开盘在五日均线之下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空方控盘 那今天是属于什么样 来站在五日均线之上 刚刚各位看得很清楚 所以它是属于多方控盘 老师不对啊 这个多方控盘 为什么今天行情会跌这么深 甚至于收盘的时候 期望还跌100点 来我们来看一下原因 加权指数今天开高14点 在五日均线之上 这是多方控盘 没有问题 当然是可惜的是 今天4月起始开高7点之后 它竟然爆量2000口以上 那我讲过了 只要跳空开高又爆量的话 这个地方基本上 这个多单就要小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可能会拉回 所以在今天 如果说是多方控盘的情况之下 不能够再一开盘就做多 你要等拉回再接多单 这个就是技巧 我讲过了 操作其实有很多美港 有很多技巧 但是你要从一些技术分析 来判断这些美港 要不然的话 跟猜测没有什么两样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今天如果要做多的话 一定要等它拉回再接多单 会比较安全 好 那老师目前的趋势跟方向 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MACD 这个MACD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柱状体 仍然是在零轴之上 因为我讲过了 只要MACD 它的柱状体是红色的话 那就是在零轴之上 那在零轴之上的话 基本上就是多方趋势 而且这个地方有黄金交叉 目前还是在多方趋势的架构当中 来我们可以看到 MACD的柱状体在零轴上方 DIF跟MAC持续黄金交叉 向上 那多方的趋势尚未改变 那在这地方 我刚刚讲了 以逢拉回再接多单 如果投资朋友 在这个地方要做多的话 我个人认为要拉回再做多 老师那你讲这个是废话 到底拉回到哪里做多会比较安全 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 拉回到哪里做多会比较安全 请看一下 这条绿色的线叫做月线 月线这条线绿色 线线这支 这支有看到吗 我感觉 基本上在这些所在 做多 基本上利润空间不大 为什么 因为这里还有一条季线 这条季线是一个反压 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做多 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肉并不够大块 这个区间不够大块 为什么因为这个季线的反压是大概在17800 如果你在17700多点来做多的话 你赚赚不到100点 但是他下挡回挡的空间有多大 你看这个年线支撑 下挡回挡空间500点 所以你等于说 做多顶多可以赚他50点到80点 这个空间并不大 可是他往下修正的幅度空间比较大 有500点 所以在这地方 如果说真的要做多的话 我个人 我个人给你一个参考点 月线你这边参考一下 来到月线的支撑 我认为勉强可以布局多单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当然目前的趋势是在多方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也不要追高 因为追高的话 你赚也赚不多 你什么时候要做多 当然是在16700这个地方要做多 那这个地方刚出现黄金交叉的时候 你在这里做多 这一段行情的幅度才大 现在来到这个高档地区 要做多 我讲真的 这里有个季线的关卡 这个季线的反压在17800 现在17700多点 你去做多这个空间大吗 没有很大 所以拉回再做多 我刚刚讲的拉回到哪里做多 17400嘛 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为什么拉回做多会比较安全 看一下KD指标 KD指标的K值 D值 RSV 看一下这里 这个地方秘密码码都在哪里 80以上 各位看到没有 目前都在高档80的超买区 留意季线的反压 17800的获利卖压 跟解套卖压 我讲过了 这个卖压 卖压 卖压 大家常常听到这个卖压 卖压有两种形态 一个叫获利卖压 有些人在16700做多的 来到17800 他眼睛也看到这条季线反压 他想卖 他想赚钱卖掉 来到季线反压 他想先卖一趟 这个叫获利卖压 有些人在17800去买股票 去做多的 来到这个地方 好不容易解套了 我请问各位 他会不会想要出掉 当然会嘛 如果你的股票解套了 你会不会想要卖掉 你高兴的不得了 你当然想要解套 这个时候会产生解套卖压 所以解套卖压 跟获利卖压 就是季线的反压 各位可以看到 前面这几次 我一直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叫18619 对不对 18619这个地方 有没有超过80 老师有 超过80之后 他怎么办 他回档了 他回档修正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里出现一个M头 这个地方在80 这个地方第二次 又出现一个M头 这里有没有80 有 这是第三次 M头又出现了 这个地方看起来 就像一个M头 这里上去下来 上去 有没有机会再下去 有机会再下去 所以在这个地方 已经来到了高档地区 一定要留意 这个季线的反压 好 各位同学 我讲过了 我每一天 一定都会写研究报告 跟技术分析 那同学 如果你喜欢我的 这一份研究报告 跟技术分析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得到他 老师那要不要钱 一毛钱都不用 完全免费送给大家 老师既然是免费 我要怎么得到他 我讲过了 你只要做两件事情就好 哪两件事情呢 来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说了 我成立了一个 公公企业的Lite 就是专门要来帮助同学 那同学 你只要加入我的Lite 就可以立即免费 取得技术分析资料 那各位 你只要做两件事情就可以了 第一个扫描QR Code 加入好友 右边这边有个QR Code 底下有一个ID 叫小老鼠A957 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这个Lit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先加入我的好朋友 再说 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接着再做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加入好友还不够 记得要传送一个贴图 或讯息给结帅 让结帅能够看到你 确认成功加入好友 我讲过了 如果你只是加Lite的话 还不够 你一定要让我知道 你有加我的Lite 那怎么样 让我知道你加我的Lite 那很简单 你要传个贴图 像早安 午安晚安 或者传个讯息 老师好 老师早安 老师午安 老师晚安 你要让结帅知道 你加入我之后 我才有办法 把这份资料 传到你手机的Lite里面 如果我看不到你 我怎么传给你 各位同学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加Lite之后 一定要传贴图 打招呼 结帅才能够 在往后的每一天 我讲的是每一天 我不是只有送你一天 往后的每一天 我只要完成 这一份技术分析的 研究报告之后 我就会主动传到 你手机的Lite里面 就算你只有在今天 跟结帅打招呼 只有打那么一次招呼 这辈子以后 再也不跟结帅打招呼 结帅还是一样 会每天如期的 把这份资料传给你 所以我的Lite是很重要的 很多同学都喜欢 加我的Lite 为什么 每天都可以学功夫 每天都可以免费 得到结帅的技术分析资料 何乐而不为 对不对 好 那当然为什么要学功夫 因为有功夫才会有财富 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结帅的实战 到底有没有让会员 再度赚到了市场上的钱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实战动作 来各位 我刚刚讲了 今天是多方控盘 对不对 多方控盘 没错吧 但是 今天做多要非常小心 因为今天台子期开高 爆量2000口以上 所以要等拉回 再接多单 既然要等拉回 再接多单 那要做什么事 就是先放空 先放空下来 等拉回之后 再接多单 没有错吧 所以各位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动作 9点19分 我们就出手放空了 看一下完整的简讯内容 4月起始报价 17714附近 收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试价做空 至少两口大台子 停顺抓17789 今天根本就没有机会停顺 来各位 8点55分 最高只有来到17774 那我们这个放空下来之后 这个行情有没有下来 真的有下来 对不对 不过今天的空单 我做的比较短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空方控盘 那当然 除了我们的简讯会员 今天放空之外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使用我们大探极 席卧系统的探极当中指标的客户 基本上今天也是站在空方 各位今天这个唯一的讯号 就是放空 然后这里出现一个停力讯号 这里空 这里停力 这是今天唯一的动作 那跟结算有没有同步 当然同步啊 但是这个空单我讲过了 我今天做的比较保守 来看一下9点20分 提醒 试价空单 不管成交价位多少 建议短线操作 17687停力出场 来各位同学 我们看一下 17687在什么地方 会停力掉 在第一波的低点 10点04分 各位今天早上放空下来 10点04分 我就告诉会员空单 可以先补一趟 那为什么空单要补一趟 因为今天仍然是多方控盘 所以我的空单做得非常小心 我建议会员空单短线操作 在17687停力出场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17687没有问题 9点20分就发讯通知 要停力掉 来到了10点04分 完全没问题 获利了结出掉 拿下54点 那当然一定问说 老师啊 你这个空单补的 真的很漂亮 大概是补在早盘的相对低点 早盘这个最低点就685 你补在687 真的很厉害 那可不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知道这个点位要回补 依据到底是什么 我讲过了 我们这套系统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叫做精算转折的功能 对不对 那这个转折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来17687 是不是跟我们回补的点位一模一样 没有错啊 而且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做多 可以做多 我们的软体也是告诉我们 在这个地方可以预挂做多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大探级奇货系统 今天早盘拉回的时候 你会在这个地方做多 我会在这个地方做多 但是在这个地方做多 一样我还是非常的小心 因为毕竟来到高档地区 我讲过了 季线的反压很重 所以这个多单 我今天也采取短线操作 其实做当中 我们无非就是要赚价差 所以有时候做短线 基本上讲求的就是一个怎样 反应跟速度 反应跟速度 那这个多单基本上10点26分的时候 我就告诉软体会员 如果按照今天的支撑 17687做多者 建议一样短线操作就好 不用摆太长 在17737附近就可以试驾出场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10点29分 它又反弹到17743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10点26分 发出了这个讯息通知 这个多单是不是也出得很漂亮 一定可以出在737 因为百分之百穿价成交 10点29出现了今天的次高点 17743 所以今天这个两段行情 基本上 做一趟空单下来54点 做一趟多单上去100点 总共涨跌几点 154点 是不是又简单又轻松 那为什么结算 今天要知道放空 然后再做多 因为我知道今天开高爆量 2000口以上 不可以直接做多 所以我们先做一趟短空 然后再接一趟短多 总共两趟价差交易 就154点 除此之外 你可能会说老师 那后面跌这么一大段 你不就没有赚到 当然不行 一定要赚到 我们再来看选择权的操作 既然今天早上是放空 所以我们的选择权 今天也是买进卖权 17600点的卖权 那看一下实战的操作 来早上我们放空的同时 9点19分 我们一样买进选择权 今天开始操作 4月第一周选择权 17600的卖权 报价在72点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买进20口 来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买进20口 我已经算很多遍了 如果你买在72点的话 只要72000块 那今天 这一笔交易 可不可以赚钱 我们直接看一下 能不能赚价差 就看一下 我们的讯号 就知道了 最高在尾盘的92点出现 来 今天9点21分 我怎么告诉会员的 选择权当中班手上 4月第一周选择权 17600的卖权 72点的部位 我们一样做短线就好 建议短线操作 挂92点出场 刚好今天出在最高点 尾盘的时候成交 在这个尾盘 1点42分的时候成交 这个成交之后 可以赚多少钱 我们一起算一下 72点买20口 92点出20口 你的72,000就可以变成92,000 当你的72,000变92,000的时候 你的价差叫2万块钱 各位同学 2万块钱多不多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至少你只有拿72,000出来 现在一口大台保证金 好像要20万 又调高了 20万左右 20万03,000 所以你用选择权来操作 基本上只要大概 三分之一的保证金 你就可以享受到100点 这是不是非常愉快 而且CP值很高的操作策略 没有错对不对 那当然 各位也发现到一件事情 现阶段 夜盘的行情 有时候波动幅度 比日盘还大 那有些同学 现在基本上 都会注意这个夜盘的行情 但是要怎么样 才能够把夜盘的行情 变成钞票呢 特别是有时候晚上 很多同学都在睡觉 根本没办法看盘 白天也一样 很多人不能盯盘 要忙工作 要忙家务 不能盯盘 那该怎么办 我讲过了 你一定要借油工具 来帮助你 那这个工具 叫大碳级奇卧系统 我讲过了 为什么他能帮助你 老师我不能盯盘 这个软体 我也不能盯盘 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把行情 变成钞票 没关系 我们这套系统 有一个很强的功能 叫做声音提醒功能 我再讲一遍 为什么结帅 要安装这个声音提醒功能 因为我知道 很多人不能盯盘 我知道很多人 不能看着软体画面 一直盯着 所以我特别研发出 这个声音提醒功能 就是要让你在 不用盯盘的情况之下 只要把声音打开 有任何讯闹出现的时候 你都可以做单 来各位同学 听到声音 再去看训绕做动作 操作其我 不需要盯盘 而且这套系统 待进待出 轻松操作 请看一下怎么做 来首先 跟着箭头来操作 跟着探极箭头操作 当你看到箭头向上 就做多 当你看到箭头向下 就放空 当你看到星星符号 就停力出场 箭头向上做多 箭头向下放空 星星符号出现 你就停力掉 来各位同学 这些训绕 不管是进场或出场 只要你打开声音 晚上就算你在睡觉 这个声音提醒功能 只要打开 睡梦中 他一样会发出叫声 告诉你可以进场操作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盯盘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昨天的夜盘 出现的唯一的训绕叫放空 来各位同学 你就算不能盯盘了 这个训绕一出现的时候 他自然会发出叫声 告诉你可以进场放空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放空 这个地方半夜的时候 你在睡觉 你没有看着这个软体画面 也没关系 打开声音之后 来到这个地方 会出现声音提醒功能 会把你叫醒 空单可以补掉了 赶快赚39点入带 今天反弹上来又怎么做 又再放空一趟 今天的训绕 唯一一个训绕就是放空 昨天的夜盘 唯一的训绕就是放空 你绝对能够赚得到 昨天也能够赚得到 今天也能够赚得到 今天这个停力训绕在尾盘 你就算白天在办公 在忙 在忙家务不能盯盘 都没关系 你放空完毕之后 去做你的事情 手机只要打开声音 来到这里 出现了停力训绕 手机一样会告诉你 空单可以补掉了 所以今天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不能盯盘 打开声音 你是不是一样 可以借由工具 来帮助你操作赚钱 你完全不需要去担心 行情的变化 全部都交给工具 帮你盯盘 告诉你 该进场放空的时候 你就进场放空 该停力回补的时候 你就停力回补 这样一趟40点 那这样一趟下来 也是40点 好 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有没有第二种方式 有啊 我每天都在讲啊 只有两招而已嘛 第二招就是跟着 探极星星来进场 当你看到多单 停力提醒的时候 代表已经涨很多了 空单就可以进场了 那当你看到 空单停力训绕的时候 代表已经跌很深了 跌很深要干嘛 多单就直接进场 看一下昨天的夜盘 来各位同学 昨天夜盘应该要留什么单 留多单啊 为什么 因为这里放空 这里跌很深了嘛 这里出现停力训绕嘛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做隔日冲的 你就可以留仓多单 那留仓多单 今天不就是反弹上来的吗 开高之后呢 出现了卖出训绕 这时候多单 这时候多单 是不是就可以在这个箭头 把它卖掉 再赚这一趟下来 没有错吧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怀疑 操作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只要有依据 只要有逻辑 其实行情不管怎么变化 你都能够把行情变成钞票 好 那当然又有同学开始会说的 老师啊 我的资金部位比较大 我实在是不喜欢做短线 重来冲去 那有没有波段操作的方式 有啊 怎么会没有 我有没有告诉过大家 我们有一个清代班 清代会员有嘛 结帅的操盘是 专人电话通知的清代会员 我一定有告诉过大家 亲爱的同学 有很多人做股票 资金是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 甚至于好几亿 像这种网路上的同学很多 那如果你有在看我节目 你喜欢做大波段的话 恭喜你 你找对人了 全部的网路频道里面 你会发现 几乎所有人都是在讲股票的操作 大概目前在网路平台里面 大平台里面 东森财经台里面 你能够看到讲期货的 唯一的一位分析师 就是我曾英杰分析师 从早上到晚上就只有这么一位 那如果同学们 你有资金 你想做大波段的话 跟上我的脚步 我说了 超盘资金在三百万以上 我会带你做台子期的大波段操作 我也会带你做选择权的大波段操作 像今天 我们就布局了波段空单 那是怎么布局的呢 来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的布局的一个方式 首先我们这个波段会员的操作 动作不会太多 但是我们要做的 要抓的是一个大波段行情 我们先回顾一下今天整个单冲的一个行情 各位今天单冲行情是不是先跌下来 再反弹上去再跌下来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布局波段空单 怎么布局的呢 来各位同学开始来看 来各位 9点42分 4月起止 挂定价 17731 做空一笔 全部所有的清代会员 看到没有 若成交在通知后续动作 这是结帅清代会员专人电话通知的方式 我讲过了 只要我敢拿出来 在节目上所讲的 绝对都是真实的操作 不可能造假 不管是当冲或者是波段 都一样 都绝对是真实操作 在这边清代会员一定有在看我的节目 只要我说往造假 清代会员余率赔偿100倍的会费 绝对不吹牛 不怎样 不说谎 好 各位今天挂定价17731 做空一笔 来各位同学看一下 10点29分是不是穿价成交 没错吧 穿价成交之后 这一笔空单 我们现在就流仓续报 为什么要流仓续报 因为季线的反压在17800点左右 所以今天盘中反弹的时候 我就先布局一笔空单 不但如此 来各位看一下 除了台子期的大波段操作之外 我也会做选择权的大波段操作 看一下选择权17600的卖权 我们今天台子期当中班 选择权当中班 是不是也做17600的一个卖权 那就是 就连我们的清代会员也是这样 做这个17600的卖权 看一下9点39分 4月第一周选择权17600的卖权 挂定价64点买进一笔 来各位同学 10点29分最低撒到54点 这边写得很清楚 这是17600的卖权 4月第一周 所以我们在9点39分挂了这笔64点 一定百分之百穿价成交 那目前我们手楼上就是空单在手 我们留仓空单 我刚刚讲过了 为什么我要留仓空单 因为目前做空的空间比较大 他往下修正的幅度会比较大 如果说他真的回撤年限支撑17200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 我个人初估至少有400点到500点的机会 就算他只有来到月线 也有两三百点的机会 所以我们在这边布局波段空单 毕竟往上的空间比较有限 如果说来到寄线反压17800 这个地方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波段空单的位置 在17731 请你把它寄下来 这个地方到17800也只有69点 这个肉并不是那么大块 所以我反而往下看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各位同学我讲过了 不管是你想要做当冲 或者是想要做这个波段 我都欢迎你来找我 而且现阶段我讲过了 有很多同学每天在看我的节目 其实你是非常渴望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因此在这地方我再提醒一下 其实不管同学 你想不想要来体验看看 我都欢迎你来试作看看 怎么试作呢 我们一个短天期的体验专案 各位同学看一下 不管是你想要试用我们的软体 或者是试着跟我们来做棋冲 台子棋当冲或选择权当冲 我们都有一个短天期的体验专案 你可以先体验看看 你满意之后再继续 但是我敢跟你保证一件事情 很多同学一进来尝试之后 都成为主顾 因为我们的操作是讲实力的 是真本式的讲操作 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老师 每天都是在节目上 跟你分享他的实战操作 应该没有几个可以做得到 但是结帅绝对是唯一的一个 是其中的一个 应该也是唯一的一个 因为这个期货这个东西 毕竟 它的这个怎么讲 操作的一个反应跟速度 要非常的快 所以没有真本式的人 是不敢每天跟你分享 他的实战操作的 那当然如果说 你的资金雄厚更好了 我们这边有个清代会员199 各位同学只要一个月 我就再赠送你一整年 是不是很划算 你只要参与一个月 竟然就可以再得到一整年 所以这个199 我也欢迎各位同学来询问 那要怎么样来询问呢 我们这边有个免付费电话 0800370888 欢迎来电咨询 这个短天期也一样 不管你是想要问短天期的体验专案 或者是想问清代会员199 都可以拨打这支电话 手机拨打进来也不用钱 我们公司会帮你付电话费 好 那当然同学 如果你想要取得 我的免费技术分析教学资料 我再讲一遍 我们有个功夫奇卧粉丝团 你一定要扫描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记得在加LINE之后 一定要传送一个贴图 或一个讯息 让杰帅看到你 从此以后 你才能够每天收到 我们免费的技术分析 那今天很高兴 由于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就进到这边 祝福全国同学们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学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